路面突然破大洞 整臺車掉進去 這是今年四月 風衣建設風財520建案旁的天坑事件 可怕的不只天坑 還有建築物的品質 風衣建設被新竹遞檢 週初偷工剪掉 其中一百零七一百零九年 風財520設計階段 本該打造三十三點八公尺 H形鋼擋土裝 但為了省錢風衣建設 縮減擋土裝的長度 省下近一億五千 五百九十八萬多元 又怕被外界之一 在H形鋼擋土裝中 一二十七公尺劣質混凝土的地質改良 裝陰影 並由技師用假資料 騙過結構外省 之後發包更騙本加厲 將已經縮減的擋土設計CCP長 大山百分之四十二點六 又省兩千六百九十萬 因為投資客買了房子之後 希望房子能夠繼續的賣下去 或是賺錢 所以大家對於風衣是不太敢講話的 偷供減料率先反映在風財520的周邊道路 從二零零二年六月起到二零二三年四月 前後五次坍塌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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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是火造成兩名消防員殉職的晴空會 最貴一戶要價六千萬 就是風衣起下建案 五月七月各發生一次火警 讓人心生疑慮 追溯風衣建設黑歷史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 東施王朝社區 因為建商偷工減料坍塌二十八人罹難 當時照喉嚨建設負責人劉樹居 把公司改名風衣建設洞山再起 風衣也發出聲明強調 竹北天坑事件前後 已追加超過兩億多元工程款 改編工法確保周邊道路安全 檢調陳述諸多不實 判司法釐清真相 緩清白 三地新聞 王成云 張浩一 羅佩宇 台北新竹 採訪報導